欢迎回来非凡大探索 过去在台北十大富中附近 有一家开了二十多年的烧辣店 他们家的叉烧肉最有名了 老板不用五花肉 而是用单价更高的梅花猪肉来制作 肥瘦相间 口感吃起来更是软嫩多汁 但是他最近搬走了 许多人都在问究竟搬到哪里去呢 答案是在中立 因为老板是桃园人 在台北开店二十多年之后 决定落叶归根 敏捷的身手 俐落的刀工 无论是整只烧鸭 还是一大块叉烧肉 不用五分钟就完美上桌 这家原本位在十大富中堂的烧辣店 是许多富中人怀念的老味道 营业二十多年后 桃园人的老板 选择回到家乡重新开业 因为价钱合理配菜新鲜 道地的港式风味 深受附近上班族的喜爱 用餐时间一到 店内的外送电话就没有停过 烧肉油鸡蛋吗 好吃就常来买 不好意思我们吃一下就不会买 像我们这家买 已经十几个礼拜了 不是觉得很好吃了 不会形容 好吃啦 好吃才会来买嘛 我很少吃别家了 我都买他们了 老板说要做出令人垂涎的烧辣 第一步就是食材的选择 舍弃偏肥的五花肉 老板选用梅花猪肉 也就是猪的背部肉 一只猪只有一条 不仅量少单价又高 为的就是做出好的口感 梅花肉 所以比较嫩的地方 因为这比较 最适合做叉烧肉 因为一般如果叉烧的话 你说全部瘦的话 吃起来好硬 梅花肉刚好 刚好它这个半肥 它有肥的 有瘦的 吃起来很好吃 很嫩这样 汆烫切块后 老板利用五香 胡椒 肉桂等腌料 将梅花猪肉腌制四到五个小时 让每一块肉充分吸收酱料精华 等到猪肉完全入味之后 就可以进行上色增味的动作 上色完毕的猪肉 用铁叉串起猪肉 比较厚实的那一端 包入炉中烘烤一个小时 让猪肉熟透 起锅后趁热浸上麦芽糖 利用高温将麦芽糖和肉汁 紧紧锁在一起 静置一段时间后 就可以拿到店面摊子摆放 等到客人点菜 就可以立刻切平上桌 不过下刀前 还要再浸一次麦芽糖 叉烧是有沾麦芽下去烤 但是要沾久 挂久了麦芽就稍微硬一点 如果再泡个麦芽这个 这也是麦芽 再泡下去会更软更好吃 切好的叉烧肉色泽艳红光润 入口干香味美肉质软嫩 搭配上老板当天现炒的配菜 简单就令人感动的美味叉烧 来咯 口感不错啊 跟我吃其他家的来做比较的话 它的烧肉饭是比较好吃的 插饼怎样 比较不会油腻啊 比较不会油腻啊 插饼在这里 上面就是烧的地方 就是脆脆的摇起来那种口感 然后配合上那个瘦肉的部分 有点咸咸的 又不会太咸那种口感 非常棒 超好吃的 你可以形容一下它的口感 令人排案叫绝的 还有这里的烧鸭 当天现炒的鸭子 送到店里保证新鲜 而且老板强调 只用五斤半到六斤 三到四个月的沉鸭 不但肉质够熟又不会过老 将鸭墙内的杂质清洗干净 再用五香 胡椒 蒜头等香料 中药以及胡椒提香去腥蜜方 调制而成的酱料塞进鸭肚子里 用铁针牢牢红住 借着灌气将鸭身烹起 让皮肉分离 烤出来才会酥脆 皮脏起来肉分开吃起来才脆 但这脂肪都有的剁掉 有的身体要是有过动的话 这个没有封好的话 它会漏气 灌好气的鸭子 在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 池塘压身 让鸭皮的毛细孔全部打开 也可以让鸭皮水均匀附着 这种利用醋 柠檬 麦芽糖等 调制而成的鸭皮水 其中醋 柠檬的成分 让鸭子的外皮酥脆 麦芽糖则是提升光泽 就像冰糖葫芦的原理 上碗色的鸭子 静置12小时后风干表层的鸭皮水 就可以进入烘烤 高温让鸭身转为金黄 要烤得熟透 酱汁又要入味 老板说这烤炉可要随时盯烧 我都是盯着 我都是差不多两三分钟 四五分钟的话就要扛一下 因为它一直会变火 就要一直烤 60分钟后烧鸭出炉 金黄微焦的色相 跳动视觉神经 切片红入口皮酥肉嫩之余 从皮肉间泵出的酱料味和鸭油香 一定让你的胃大呼满足 看起来就很好吃 那口感感觉直接不会太油 那吃就很香 真的 我就住这附近而已 对啊 好吃就继续来买 买了好几次了 很好吃 饭不会太油 那个菜也不会太油 现在人都怕吃太油 所以觉得很好吃 在地台湾人的老板夫妇 卖的是港式烧辣 曾在台北十大副中堂 卖出属于台湾人的 美味 古早味 以及人情味 如今回到桃园县 中立地区落叶归根 也要继续让顾客的胃 甘心臣服 好